好帥喔 鬼道車跑法 鬼妮大頭啦 哇 帥呆了 爛死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歡迎我們今天的遊戲實況 我是老皮 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一款 大家看左上角會非常眼熟的遊戲 頭文字 為什麼不是頭文字D呢 因為這個遊戲呢 它是由粉絲 同仁的製作遊戲 同仁作品 沒錯 然後這個遊戲呢 它其實只有兩個大學生做的 真的假的 嗯 超屌的 我覺得做得很好欸 沒有什麼畢業作品吧 應該不是畢業作品 應該是充滿了滿滿的愛的作品 這遊戲它目前呢 我跟你講 不要開玩笑 雖然它就只是同仁作品 可是它已經可以多人對戰了 多人對戰 真的 所以可以多人對戰 超級酷的 那我們就來玩玩看吧 到底它跟我們街機版玩的頭文字D有什麼不一樣 不過在玩之前呢 我們先玩玩看教學模式 教學模式 對 教學模式 對 教學模式 看看 教學 我是不是還保到位了 我以前常常去那個 陶淵火熱戰前面 不是 那個戰前的電動場 我就每次下課有機會 我就跑去打個兩局 10塊錢打贏大人 沒有10塊錢啊 這好像是15塊 那20塊一局吧 20塊一局 他就說 欸 拓海跑出來了 這拓海長得還不像拓海 不要明天做著自己畫的拓海 不行 因為同仁作品 同仁作品啦 他就說 我有些東西要教你啊 來 我們要開始吧 先教你的基本的 他等一下會在你的打膽感的地方有沒有 放一杯水 後面還有豆腐 你看他連那個群馬線 有沒有 13954 有沒有 一模一樣都還原了 對啊 好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他就今天叫我 吹油門啦 對 吹油門 他說 不錯 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測是煞車 煞車是 S 喔 有了 然後呢 當然呢 接下來還要教你怎麼轉彎啦 左右轉 OK WSAD啦 S 是煞車 好 好 那麼最後呢 我們要教你什麼 就是升檔跟降檔 因為你知道頭文字D其實 玩在頭文字D不是旁邊的排檔幹嘛 對 一般來講大家都會玩手排 我都玩自排耶 因為自排你沒辦法就是 降檔來甩尾啊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做一些技巧 我們來看一下 升檔降檔很簡單 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跟我們講說 當你那個有沒有 切換就是你的檔位的時候 要注意看他的RPM 他的轉速 對 如果轉速太低的話 他會變代數狀態 他就會有一個像那個 眼前面會有一個黃色的標誌 會有很重的 對 然後接下來呢 叫我們開頭燈 這個裡面超酷的 他還可以就跟那個 動畫一樣 他可以直接切換頭燈 比如說把頭燈關起來有沒有 你要消失在你的後照鏡 對 你會消失在別的後照鏡裡面 真的可以耶 我就覺得 哇這個粉絲作品 可以做得那麼厲害 真的不得了啊 好 然後我們現在要開走開走 然後車子按R可以那個 可以那個 reset 因為作者現在目前他做 他沒有把牆壁做起來 對對對 所以下面 現在是沒有牆壁的遊戲了 所以你有可能會開下山 就真的變天海了 哈哈哈哈 開得過就 破海 開不過就天海 開不過就天海 他連那個音效都有還原 那個過關的時候 登登登 那個音效都有還原 超級苦的 好 那我們第一課已經結束了 現在第二課 第二課 就要上重頭戲 才剛教你怎麼會開車 你就要直接開始甩尾 就直接甩尾了 就直接甩尾了 確實啊 因為在原作那個拓海也是啊 也是啦 國中就去送豆腐啦 然後他會先示範一次給你看 然後你要照他的東西 然後來還原一次 對對對 他現在是自動駕駛 我們來看一下拓海怎麼做的 這個打到二檔 然後九十左右 一百一 喔一百一耶 然後這個時候按煞車 按煞車 然後呢 煞完車之後 馬上降檔 然後接下來用那個 甩尾 就是慣性這樣甩尾過去 從外 從外跑到那一圈 這還不是慣性甩尾 慣性甩尾會先甩頭 對 那更高階的技巧 OK 看起來很簡單吧 你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現在讓皮弟來試試看好了 很簡單啦 W W是加速 S是煞車 那你幫我降檔 然後是升檔降檔 OK 你幫我降檔好了 好好好 來喔 來我現在幫你升檔了 OK 那我們時速先跑到一百 跑到一百 然後 然後 然後煞車 然後甩尾撞到東西都算輸喔 好難喔 有點難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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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我們要完美的配合 還要我幫你弄檔 然後完美的配合 正常人家自己一個人好不好 然後 煞車 好難喔 真的難 很難喔 換我看看 我不知道我的技術還有沒有用啊 我像我以前去那個電動廠的技術 那時候你要看啊 你要看他的位置 然後這時候降檔 甩尾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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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還是送到了 我覺得可以不用那個降檔什麼甩尾 你知道嗎 不用降檔甩尾 我覺得不用 你就直接低速開過去 那是從外圈去到外圈去到外圈去 他有一個那個啦 他有一個那個 平段標準啦 喔他一定要這樣操作對不對 你看我低速開過去啦 甩得好醜喔 那這個甩太醜了 你不能這樣子啦 接下來他要教你更高階了 他向他教你 慣性甩尾 慣性甩尾 然後這是那個 它地圖都有還原的 這是圖板 好我們看它現在教你慣性甩尾 這個是更厲害的技巧 一般賽車裡面 尤其是公路賽車 你用慣性甩尾 表示說你這個駕駛至少有10年以上的經驗 才把它用出來 因為那個很難你知道嗎 它這樣子要先右偏 不是要撞3嗎 在右偏的那一瞬間直接在左偏 然後利用那個煞車加調控 那就可以這樣子慣性甩尾過去 會增加你甩的幅度有沒有 有沒有 厲害了吧 厲害耶 你確定這個不是動畫 也有真的 真實世界就有這種技巧 來我們來試試看 你覺得我有可能試成功嗎 我們先撞3 撞3 這樣有嗎 你剛才也沒有 有啊有啊我過去甩尾了啊 有啊 你當然不可能那麼多啊 你就一點點它就趕快過去啊 可是它很貼牆壁耶 那因為我的道路掌握沒那麼好嘛 我又是盡量拉邊邊一點 你不是拓海嗎 欸至少我時速保持65以上啊 有啦有有有 有時候我過 它右邊有那個過關的那個腳技巧 那接下來咧接下來咧 接下來就是所謂的這個 連續甩尾技巧 把牙彎 這個就更難了 我們來看一下拓海怎麼做 拓海一樣喔 先加速 然後這邊 看它速度喔 二檔 踩煞車 然後接下來直接貼牆 哇過彎 好貼好貼好貼 你是鬼吧拓海 來了來了來了 所以我們是拓海的那個 他的朋友啊 我們是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加油站 加油站那個 加油站加油那個 開那個特雷諾85 85的被騙的那個 85的被騙的那個 85 欸太難了啦 有可 欸差一點差一點 太難太難太難 欸真的很難欸 極限我們到極限在甩啊 極限在甩啊 對 內 那個外內然後極限 冠性甩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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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過了 看看是不是極限 沒有我們那個叫極限 極限填海吧 哈哈 我們要模擬超車 哦 模擬超車啊 那接下來你幫他試試看 那你幫你幫我控 我幫你打擋 幫你打擋 我說降擋就降擋喔 來 來降 降什麼降 你二檔是要降什麼啦 哈哈 你很爛欸 好我來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嗯 要這樣子啦 這樣卡 然後 煞車踩著 沒有 我覺得我剛才那個比較漂亮 我剛才是 剛才撞到了 有沒有 你看 是不是 實力 他說沒有啦 你的速度要 你的出彎要六 六十啦 路彎要九十啦 摔 不行 他要九十才可以 他六 出彎要六十速度欸 沒有 沒有九十差一點 差一點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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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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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看過了 我過了吧 突然 好 那接下來這個呢 就更難了 他就說 我告訴你 接下來我們要秀一手 叫做連續 連續甩尾 他現在秀給你看 仔細看喔 有沒有 要看他排檔 二檔 然後八十 就是 慣性甩尾 貼彎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按著你的手上 有沒有 再甩一個 這樣子貼牆走排水溝 進去裡面 好酷欸 你可以嗎 可以欸 好帥喔 你可以嗎 好帥喔 我試試看 我先試一場看看 我們輪流試試看 好這樣子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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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失敗一次換你喔 一定是因為輪胎太高 冠性甩尾 進去 哇 不行欸 我的車 換你換你換你 好難好難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很刺激 有有有有 好來喔 我幫 我幫你 我幫你調檔 他要這樣子 冠性甩尾 冠性甩尾 手上按一下 有有有 可是你 你其實路彎他六十啦 六十啦 路彎要六十 對 所以你前面要先踩 這邊先八十進 然後進彎的時候煞車 煞車 六十 喔 喔 喔 差一點差一點 你甩有點太多了 有有有 太多太多了 好換我換我換我換 這個難對不對 難難難 這個六十是要甩在一起 唉唷有有有有 甩 喔有沒有有 有沒有有 有沒有有 有了有了 哇好帥 請叫我藤原拓皮 我覺得你可以去填海 我可以填海是不是 藤原拓皮啊 你看有沒有 厲害了吧 他在說 記得你學到的技巧 什麼技巧 什麼技巧 手煞 甩尾 然後呢 慣性甩尾 跟手煞 慣性甩尾 就是慣性才會 超慣性 就是 新手教學就結束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始正式的跑 我們就只跑一圈啦 跑一圈 剩下大家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多連線自己可以調來看看 好不好 好啦我跟你講 我們要玩哪一關 我們那個啊 一定是那個啊 秋明山啊 秋明山啊 對啊 我們要挑戰五連法夾彎啊 我看一下秋明山是哪一個 秋明山的英文 喔他觀感很多耶 好多喔 是這個嗎 這個嗎 這個嗎 不是上面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可以飛那個波那個 有沒有 遺旅波還是什麼 就是你可以那個直接從那個 飛下去 動畫裡面有演那個啊 隱藏的道路 內線中有內線 比你內線還要更內線的內線 就是從中間飛下去 我只知道弦掉會壞掉 對那已經壞掉 那個不要學好不好 不要學這種東西 這個啦 我覺得這秋明山啦 這就很秋明山 好不好 好那我們跑好看 然後 用86嗎 你用86還是用別的 我們可以開那個嗎 還是那個 FD FD被扒掉了 還是要這個 什麼Share80 還是要你要開 GTR什麼的 有沒有他老爸開那一台 Share80啊 他老爸開一台 好像沒有耶 所以你要開那台 FD好了 FD喔 對啊 直線的王者 有料 上坡的王者 可是FD難度不一樣 你看 因為那個86甩尾性能很好 這個是速度很快 可是他的甩尾就比較差 我們在直線取分 哈哈 他這個有把車的性能做出來 好那來來我來看你我來看你 來來來來 OK嗎你好了嗎 來讓皮翼先跑 先跑一會 來來來來 我看有沒有很帥對不對 要記得開車燈 好 有車燈開車燈開了 按H按H 按H 車燈要開啊 有了有了 你在幹嘛 唉唷 撞到什麼 欸這個真的跟86不一樣耶 對啊不一樣 手感不一樣 完了 欸你行不行啊 我覺得我會碰碰車碰到底耶 欸前面前面 煞煞煞煞煞 他空白鍵是手煞車耶 對啊空白鍵是手煞 然後S是減速啊 哈哈哈哈 太快 你很爛耶 太快了太快了 你很爛耶會不會啦 太快太快了 看來你要請那個 藤原唾皮出現幫你了是不是 他可不可以 欸你看他在裡面去了啦 哈哈哈哈 隱藏的道路 哪有隱藏的道路 那個車尾燈都看不到了 我們我們我們不要撞 我們不要撞 我們不要撞 晚上走山路也很危險 對 這邊要 慣性甩尾 慣性甩尾 他手感其實不錯耶 手感做得不錯對不對 他就是很像真的在開車 呃 我覺得比一些那種 Steam上面賣弄99塊的 還要搶太多了 還要搶太多了 Steam有弄99塊的 啊啊啊啊 你已經出去了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三小 回來回來 你有沒有在 你有沒有在過彎啊 你有沒有在過彎 我有但是這個真的不好操控 哪有 你沒有在過彎吧 秋明山 五連髮夾彎 還沒到 沒有還沒到 五連髮夾彎 在那個中末段的時候 帥帥帥帥 120路彎怎麼過得了啦 你有沒有 你不是開過車 你開車有120路彎過嗎 不是啊 我開是開那個自排啊 我開自排啊 9090過彎 等等等等 我現在你的轉子引擎要 你轉子引擎在哭你知道嗎 他現在變氣質引擎 我擋速太快 擋速太快了 擋太高對不對 擋速太快了 可是擺的直線就要四檔啊 你是不是直線取勝了嗎 不是啊那個 看他160 160要過彎喔 好快好快 有有有有 有有有欸 你很強欸 降檔降檔 降檔的太快太快 你自己煞車可以踩啊 不是啊 這個煞車踩不到啊 你要幹嘛 你在這邊幹嘛休息喔 要QK喔 我要剪刀了 輪胎壞掉了 輪胎壞掉 雨天開比較不會磨胎啦 你在幹嘛啦 雨天開比較省錢啦 你真的沒問題嗎 有問題有問題 我覺得你要交給那個藤原拓皮欸 要要要要要要要 為什麼會打滑 欸你在搞我是不是 我沒搞你 你在搞我 我沒有搞你喔 你要偷按我的手排檔 我哪有按你手排檔 你是要偷生檔 欸你知道剛才從頭到尾都是我在弄檔了嗎 我知道啊 啊對啊我哪有幫你手排檔 你哪有手排檔 就是因為你這樣操控所以我不好怕 屁咧 牽托咧 這樣檔啦 這樣檔啦 都二檔了 有有有有 有有 四檔了喔 三檔三檔 欸欸 過了欸 過了過了 你真的到底在幹什麼啦 三三三三三 你要幫我聽那個引擎聲音 我幫你聽到 你只要那個轉速過我就幫你升 那我只會升不會降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這個我是甩不過 沒有 我會幫你降 我們帥一個我們帥一個 好帥一個帥一個 這邊要帥了吧 前面要快五連喔 灌你大頭 鬼道鬼道車 你時速90是要灌什麼 鬼道車 我那是鬼道車 你認真 你五連法槍要不要認真開 我認真 好不好 沒有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拿方向盤開會比較好 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目前他還沒支援到那個方向盤 手把開可能會比較好 對 因為鍵盤開其實你很難掌握那個 怎麼講 方向盤的轉度 對 好來囉 五連法夾彎 秋名山車神 秋名山車神 對對對 就看你這邊了 表演表演 欸他好像是喔 好你第一個彎就爆了 他好像要那個喔 你第一個彎就爆了 你第一個彎就爆了 來我怪一個怪一個 你轉子引擎快了 怪一個怪一個 哪有人80甩這個彎的啦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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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彎 五連髮夾彎 被你搞成這樣子 排水溝跑法 我跟你講 這遊戲真的可以排水溝跑法 阿阿阿阿 你看那邊有排水溝有沒有 你真的你車牌 掛進去裡面 他真的可以用 真的真的真的 他拿下去就快要看他那個牙醫了 看牙醫基本上是已經到末段了 要快結束是不是 對對對 你知道這邊不是有那個牙醫嗎 我就是在從頭撞欸 東我什麼的 他這場景真的做得不錯 還有電線桿 我滿期待他之後如果全部做完 會變什麼樣 應該蠻不錯的 但是很可惜是因為因為有版權啦 大家如果自己抓下來玩玩看 應該會比較好 欸有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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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剛剛有帥一下 那個叫做那個叫做打滑失控 不叫做甩尾 可控的叫甩尾啊 欸 中車囉 我跟你講什麼問題你知道嗎 什麼問題 你車太長 沒有還好 其實 其實這個這台已經算 RX7算是沒有很長了 他車太長所以才轉 RX7很短了 沒有沒有 我說他車長就車長 欸你怎麼突然給我降檔啦 降檔啊 你那邊 你要三檔飛出去是不是 有有有有 最末段的 這應該不會撞了吧 都是直線的 然後我幫你拉四檔 我幫你拉四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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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搞我 什麼搞你 欸我都幫你正常升降檔 我自己都沒按那麼細 欸 有我覺得你應該不應該微超的 應該是從頭二檔開到 開到 你二檔只數只有九十 你要開什麼 至少不會撞啊 你連這都可以撞 有啦結束了 最後一個彎道 最後一個彎道 以前每次都在那邊 跟別人對卡 對 因為到這邊最後的時候 就是要進到那個停車場 欸 這邊過去就停車場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前面前面前面 欸有欸有有有 你看世界最快就是一分多鐘 沒有啦 那個是你一個checkpoint的分數 你這個速度大概比我慢了一分鐘吧 你幫我自己看你自己開的什麼樣子 來我們自己看一下 你剛才開的什麼樣子 來來來來來 來看一下皮弟 皮弟的那個美技好不好 皮弟的美技 來看到那個三架去的 其實剪只是幫我剪 剛剛那個最帥那一段就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欸保桿壞掉 保桿壞掉 啊我知道了啦 是保桿壞掉的 我覺得他真的做得不錯對不對 我覺得他真的做得不錯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比想像中還要很有料 我明明以為只是學生同仁作品 然後結果居然做到這種等級耶 而且他在天時點火有做出來 就那個瘋瘋瘋瘋 那天時點火 對啊對啊對啊 好帥喔鬼道車跑法 鬼你大頭啦 哇帥呆了 爛死 好啦換我 換你帥一下 換你帥一下 那你覺得我會帥還是醜 我覺得應該三斤八了 那你覺得我要跑哪一條 我覺得你跑最簡單的好不好 秋明山就很簡單 秋明山也就很簡單 對 這個嗎 這個好了啦 3分多好不好 你覺得我幾分可以跑完 我覺得5分吧 太瞧不起我了吧 為什麼那麼差 我們現在是那個 我們現在在長征北伐 追兵啊 我忘記開頭燈了難怪撞車 鬼道車跑法 不是我忘記開頭燈開 你又幫我頭燈關了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我追兵其實很難你知道 因為他那個彎道特多啊 所以其實 剛好啊你選這台車剛好啊 可以吧 跟你比剛才哪個比較有料 誰比較有料 你自己說 差不多差不多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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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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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了撞了 哎呦哎呦哎呦他這個其實很滑 哎呦哎呦 對啊很滑啊 前面都直線 然後過這個彎 哎排水溝排水溝 卡快卡快卡 轉轉轉向過度了 快 哎呦哎呦哎呦 很難你看有沒有 比你剛才那個比起來 不會難很多 你第一關過58秒 可以了吧可以了吧 前面前面急彎前面 好急彎 排水溝排水溝卡 排水溝出去了啦 你沒有卡到排水溝 我沒有按手煞 我應該按手煞 然後還有一個90度的 卡排水溝排水溝 卡不住啦 有啦有啦有卡住 一直撞一直撞 完了 我看我真的沒辦法 那個了 連續S彎 要5分鐘了 要5分鐘了啦 S彎 有有有有有有有 卡一下卡內線卡內線 不行不行不行 我剛才想要慣性失敗了 那你卡內機卡內機 卡內機啦卡內機 我的那個啦 你看我的引擎轉速出問題了啦 他這有那個碰撞性 有有有有 就是如果說你的引擎 高轉速突然那個 他會損壞就對了 不是損壞 就是他會引擎會 齒輪會那個嘛 就是你要 就是你要變 他會變成是空的 因為你如果說你轉速 你不可能突然從 比如說幾千轉 跳到另外一個檔 你如果太快的話 人家那個檔會壞掉啊 就他 他會變空轉 所以他連那種 代速都做出來 對啊對啊 酷欸 完了 我覺得我正到5分了 快跑完了 快跑完了 加油 我正到5分鐘了 來喔那個喔 來喔 慣性摔尾喔 慣性 慣性撞車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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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練習這要練習 是啦 是啦 我剛剛的難度是 你幫我控熟煞 這邊是追冰最難的地方 欸拍水果拍水果 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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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拍起來 動畫也是這樣演的 對對對對對動畫也是這樣演的 動畫 那你要幫我猜那個 你要幫我唱那個啊 唱什麼 你要幫我唱那個歌啊 登登登登登登登 Ow I'm taking the night 有剛剛那個就是動畫那個 有演到就是超車的時候你就這樣超過 那你要幫我唱那個Dancing Queen啊 Dancing Queen怎麼唱 Dancing Queen那一首 Dancing Queen 我只知道那個 那個謝金燕的Dancing Queen 不是謝金燕 Dancing Queen Dancing Queen 也可以啊 欸完了啦 快要快四分鐘了 我到底有沒有機會啊 有啦有啦 他有 欸真的真的難了 我覺得可以直接走這個 我覺得可以直接走這個彎道 不行 他會掉下去啦 不會啦不會啦 好像 好像要最後了對不對 對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所以拼最後就是很長的直線 就是還有他還有兩個S彎 就是最後面給人家超車用的 你現在要 你現在要幻想後面有 因為你剛才超車嘛 我們都後追車 所以你要卡他的線 喔喔喔 有他超車 來啦4分17啦 什麼5分 什麼牌什麼牌 我們來看看 銅牌 至少會銅牌 你有嗎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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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 來看一下 剛才就是你那個亂控車燈 摸黑 因為你車燈沒有開啊 唉唷你看摸黑撞牆 有啦 有啦現在還開 那你又幫我關掉了 你又幫我開了 哈哈哈哈 你又幫我關掉了 你看你被搞欸 我要消失在你的後車燈 消失在我的那個 這個前 哪有前擋風玻璃啊 有 看不到路 是裝車就是裝車了 帥嗎 我剛才有好幾個有帥到啦 有啦 最後那個有帥啊 沒有就前幾個的有些有帥到啦 你看這個 哈哈 那個就算了 那個就算了 我們去參加滾到車比賽 我們可能很厲害 應該是 裝個導人就可以了 裝個導人 這邊有帥這邊有帥這邊有帥啊 沒有了 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很帥 下一個很帥 撞得很帥 下個有帥 我知道那個卡那個排水溝很帥 你說排水溝那邊 排水溝那邊最帥 你看排水溝 那這邊有帥了吧 這有帥到吧 很帥啊 除了剛才轉向過度之外啦 欸 我跟你講把那個啦 撞到的都剪掉 嗯 就是我們做一個那個3秒4秒 換一個畫面那種快 快賽影片有沒有 哈哈 哈哈 是這樣 從頭到尾都是直線畫面 直撿 沒有彎到畫面 沒有 直撿路彎 不撿出彎 哈哈哈哈 都是很帥沒有撞到 沒有撞到 哈哈哈哈 剛剛那個畫面要怎麼撿 你知道嗎 全部撿那個路彎 沒有撞到錢 哈哈哈哈 好啦我跟你講啦 我覺得我們好好去練一練 下次我們來拍PK的好不好 對 他PK的更像頭文字D 他還有那個就是 你的距離剩多少這樣 對就是 那會跟其他人裝在一起嗎 會啊會啊會啊 一樣還是有碰撞性 喔喔喔喔 好不好那時候我們來開開看 我們來玩一個PK模式 PK 等你先練一下 不然你現在裝成這樣子 我也沒罵 沒有啊我就先 我先跑啊 軌道車 哈哈哈 車子如果裝軌道車 會跑很快 大家有興趣自己可以抓一下我玩玩看 好不好 頭文字Unity OK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先實況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別忘記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或加小鈴鐺 如果想要看更多頭文字Unity的影片的話呢 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啦 如果說反應不錯 也許我會辦個小比賽 看誰開是真正的軌道車 是不是 頭文字Unity 是吧 哈哈哈 好那我是老平 你是頭文字皮啊 頭文字皮 我是頭文字皮 我是總理 哈哈哈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再見 喜歡 抱歉 我 давай